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俄乌战况现在乌克兰全力对抗 那当然也像国际的除了在军备的部分来协助 还有在经济的部分 接下来看到这是在乌克兰有着 乌克兰版唐凤之称副总理费多罗夫 他来发文点名的是谁呢 这是台湾的华硕电脑 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是乌克兰版唐凤之称的副总理 他来点名台湾华硕呼吁终止跟俄国的客户合作 他说俄国坦克飞弹继续杀死爱好和平的乌克兰人 那俄罗斯人没有到得全力使用华硕精湛技术 科技是为了和平不是为了战争 我们可以看到在华硕部分 其实深耕俄罗斯市场已经很多年了 包含了像是在这几年深耕的电竞笔电 也成为是俄国玩家的首选品牌 并且稳居龙头地位 中高阶的电竞笔电 在当地的市占率达到三成 但是现在在华硕的部分 是暂时没有做出了回应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确实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他的官方有显示说 3月5号他当时跟美国300位议员 来进行个视讯会议 就看到他用的是华硕的笔电 然后这网友就在讲了 这个又是一个道德绑架吗 还是情绪勒索 真的是每日一喊话 所以现在台湾的部分现在也被点名了 大行哥 是 我想这位副总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先前是对Elon Musk喊话 就是希望马斯克能够提供他在太空中所部署的 叫做Starlink的卫星系统 然后保障住乌克兰的这个通讯网络 不至于被中断 那么Mask很快就回应他说他愿意提供这样的协助 但是接下来他们再次向Elon Musk提出喊话 要求Elon Musk在他的Starlink系统里头 把所有俄罗斯的媒体都踢出去的时候 这一次马斯克拒绝了 他说他有他的普世价值 他可以支持乌克兰的民主跟自由 但是他同样要捍卫这个地球上的言论自由 他不可能因为这样的诉求 就把所有的俄罗斯的媒体 全部都踢出这样的一个系统内 所以我想Elon Musk来面对这个乌克兰的这种 当然是道德绑架跟情绪勒索 他有他的一把尺 而同样的华硕也可以仿效Elon Musk 这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问题 我刚才讲过 就是说乌克兰其实真的没有什么资格 对台湾做道德绑架跟这个情绪勒索的 第一 乌克兰承认的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在乌克兰有大使馆 我们在乌克兰连办事处都还没有 那到底是为什么 但你这么支持台湾 你过去就支持一下台湾 我们今天一定涌全以报 你过去没把台湾当作是一个咖 你也不在乎我们 你支持的是一个中国的政策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牺牲台湾人民的利益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华硕的公司是一家股票上市公司 对施从堂来讲 华硕不是他自己开的 施从堂要面对的是 所有华硕的投资者跟股东的利益 他所有的思考的出发点 都要基于这个前提 而华硕有很多的这个 这股票也是只有在外资手上的 他又不是只有一个台湾的本土企业 那么在这种这个global的 这种全球的企业的运营过程当中 他当然要考虑到 所有国内外股东跟法人的利益 他这不是说 你叫施从堂喊个话 他就说好 我放弃这个 我最最重要的获利市场的 之一的俄罗斯市场 他要有更多的考量 那第三 我想今天我们也看到媒体的报道了 讲到了乌克兰 你就不由得回去追溯一下 乌克兰过去跟中国大陆 也有很紧密的军事合作 中国大陆每天在绕台湾的 那个辽宁号的 这个航空母舰是乌克兰卖给他的 这又不是台湾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卖给台湾呢 你卖给的是中国大陆 然后中国大陆那个辽宁号 现在每天在我们的这个台海附近 绕来绕去 给台湾施加压力 那武器是你卖的 你跟人家有很密切的合作 跟贸易往来 现在你出了事 连我们的华硕 你都要一起赔进去 这怎么会讲得通呢 所以我认为华硕可以免费的提供 很多华硕的这个硬体资源 给乌克兰 帮助乌克兰 我想这不是军事军备武器 所以对这个俄罗斯来说 他应该勉强可以接受 华硕也可以捐钱 可以做人道救援 台湾可以所有的企业 一起想办法募款 协助乌克兰的难民 这些都是台湾的企业可以做的 但是也请乌克兰的官员 不要每一次动辄 就用道德绑架跟情绪勒索 来面对什么拜登 来面对Johnson 来面对这个各式各样的世界各国的领袖 面对NATO 面对EU 然后最后连台湾的华硕都没有放过 那再继续这样打下去 那全世界的企业都被点名一遍了 所有在这个俄罗斯有这个贸易往来的企业 难道都被他们点名一遍吗 你有这么多时间去点名这些企业 你为什么不冷静地坐下来想一想 这场战争如果我们打不赢 我们要不要先谈一谈 要不要先缓和一下局势 我们真的要把基辅葬送在活海里吗 基辅马上就要被合围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乌克兰的官员优先应该思考的 不是华硕要不要退出俄罗斯的市场 你应该要优先思考的是 接下来那几十万条上百万条人命 你们要不要把它保住 是 这针对这个华硕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还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那不过在今天张静老师也就说了 说乌克兰你要先为军售大陆来道歉 再来你才能够来要求华硕 要加入抵制的行列和庭 过去呢台湾基本上 尤其一些绿色的媒体 然后在提到任何乌克兰的事情的时候 下面往往都是集体的高筹 支持乌克兰啊 请到俄罗斯啊 我们加入抵制啊 抵制啊 就像当初民进党说 我们要跟着制裁俄罗斯啊 制裁制裁 都喊得很开心嘛 被俄罗斯列入的不友好的地区 然后又在那边 很高兴啊 很高兴啊 我们成为独立国家 那也是不识字 因为人家后面名就写了一个括号中国 那么这一次呢就不一样了 这一次呢我看到 像是中央社等新闻 在po了这条新闻的报导 说要求华硕加入抵制 结果下面留言的风向 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都纷纷觉得说 干我屁事 我为什么要华为来出手 那或者有人觉得说 华为其实根本就是一个 这个大陆的这个企业 不是台湾人 因为绿的觉得说 华硕也是卖台的公司 所以总而言之 没有说完全一面倒的 在支持乌克兰的这些 道德的喊话跟绑架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基本上 还是很自私的 就是说嘴巴上喊一喊 支持或谴责都可以 但实际上真的要到我们 利益攸关的时候呢 台湾人大部分都还是挺清醒的 真的商及到台湾 或者真的讲说 要求到台湾的某一些的 企业也好 或者要求到台湾的 哪一些具体的个人 一定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 大家就都会反弹了 你说现阶段有人乐意捐钱 那是他乐意 或有人主动干嘛 那是他主动 但如果是被点名的 被迫信的 那个时候台湾人 基本都很不爽 可是我们看到 在目前的全世界 大部分的一些跨国企业 尤其总公司都设在美国的 然后设在英国的 设在欧洲的 纷纷加入这些 所谓制裁俄罗斯的行列 那包含先前我们讲 所有的网路一律封杀 本来我们以为 西方的言论自由 是说不同意你的意见 我们可以彼此的辩论 彼此的吵架 结果不是 西方是完全禁止 你发言的平台 把你的舌头给剪掉了 甚至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各家的公司 也都加入制裁 甚至可口可乐 然后也被美国所抵制 说你为什么继续 卖给俄罗斯 所以说可口可乐 把那个可口可乐的形状 画得跟子弹一样 说要抵制他 反而支持百事可乐 甚至就连俄罗斯的猫 俄罗斯的音乐 俄罗斯的舞团 俄罗斯的什么足球 通通都要被制裁 通通都要被禁止 那么这些西方公司 当然一方面 他们也是因为 政治正确的缘故 所谓的宣告 不在俄罗斯卖东西了 或者是说 不在俄罗斯做生意了 那么真的能够 有起到制裁的作用吗 可能没有 因为理论上 卖东西给俄罗斯 也是赚俄罗斯的钱 从这个道理来讲 这是到底 怎么样才能够 叫做制裁呢 第二他们也是因为 西方的这些民粹 不得不而做出的选择 否则的话 就会被众所批判 就好像说 谁不谴责跟制裁俄罗斯 那么大家就要来 制裁跟抵制他 所以各个企业 也都很担心受怕 那有一些企业 就其实他跟俄罗斯 也没啥相关的生意 但反正他就 随波逐流 就跟着喊一喊 好像他就能够 成为一个英雄 比较能够占据到 这个名义跟道德上的 一个上端 又获得许多 消费者的支持一样 好 那么回过头来说 那看到了台湾的华硕 所以也是一样 就不论华硕会如何表态 当然是不理你嘛 那哪有这回事呢 生意归生意 人家还是想要 好好的得来赚钱 那我认为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说 台湾基本上 大家都还是很务实性的 就假设 假设今天呢 是台积电 在俄罗斯有设厂 结果美国要求说 台积电你就不能卖 然后台积电 股市大跌 你说台湾人反抗不反抗 当然反抗啊 对吧 那都嘴巴上还喊 可以啊 但真的跌到我的股票 跌到我的财产 台湾人当然反抗 反抗谁 一方面一定会反抗俄罗斯 但一方面 可能也会反对 美国跟乌克兰 这种无理取闹的要求 都会觉得 你们打归打 你们烧钱归你们烧钱 为什么要烧到我家的钱呢 所以现实就是这个样子 每一个老百姓 都很关注自己的荷包 都很在意自己的生活 大家都觉得 你们打归打 但是不要伤到我 所以为什么 美国也好 或者是欧洲这些国家也好 能够给予的包含是制裁 或者是能够给予的援助 相当幅度的有限 因为他们也会受到 当地民意的驱使 当地的老百姓 肯定也会觉得 嘴巴上骂骂俄罗斯可以 但真的要伤到我的钱 伤到我的荷包 去制裁俄罗斯 那不好意思 我可能会先跟你这个政府 来做反抗 所以民进党 他其实也就是充分 掌握了这个民心 所以民进党说的 制裁俄罗斯干嘛 也是嘴上制裁 我们当时都知道 他的嘴上制裁 没有实际制裁 但如果说我们要去 苛责民进党 你这是假制裁 要求民进党真制裁的话 那台湾人反而会不高兴 所以要了解到 大多数的台湾民意 我认为这是相当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